有时候我会好奇 一百年前的人会像我们一样 为了今天吃什么这个问题而发愁吗 他们对食物又有着哪些不同的理解和渴望呢 嗨 各位 我是剑猛 这是我最近在读的《百年食谱》 它是日本的独卖新闻 从过去一百年间 两万多个日本的家常菜菜谱中 汇编出来了最受欢迎的一百个菜谱 总结成了这本书 那我笼统地翻了一下呢 其实它无论是从烹饪方式 食材或者是调料上 有很多和我们的中国家常菜 有一曲同工之妙 既然食材和调料都是现成的 灵感又有了 那咱就边坐边聊呗 哦 对了 不知道你印象中 最深刻的那套家常菜是什么呢 第一道菜叫住前煮 这道菜刊登于1923年 因为起源地在住前 所以就叫住前煮 在那个年代呢 日本的冰箱还没有普及开来 所以这道菜大多数是用一些边角料 炖在一起而制成的 就是堪比我们东北的乱炖 我用到的食材呢 有馍鱼 胡萝卜 鸡翅 洋葱和荷兰豆 有肉有菜搭配 颜色也比较鲜艳 食材的准备工作 主要就是切切切 如果你是一个追求极致口感的人 那胡萝卜的处理方式 你可以像关东煮中白萝卜那样 细心的料理一番 接着担起一锅水 分别焯一下荷兰豆和馍鱼 接下来就可以正式开炖了 除了洋葱和荷兰豆以外的食材 一起下锅翻炒 加入的水量呢 将将没过食材就可以 用1比1比例的酱油和味淋调味 就可以大火开始炖煮了 不用盖锅盖 主要是因为要一边煮一边收汤 但其实我觉得这汤还真是挺好喝的 所以我每回都会单独煮好一份面条 用这个汤浇在面条上 那你看锅里汤汁收的差不多了呢 就可以放7大块的洋葱 盖上锅盖焖煮5分钟 让洋葱变成透明的 这样菜就做好了 因为食材都挺规整的 所以我摆盘的时候就采取了一个对称的方式 到这儿你知道我为什么一定要准备荷兰豆了吧 这个鲜艳的绿色能够点亮整盘乱炖 再撒点现磨的黑胡椒提味 香 第二道菜是三色白拌菜 这看起来就很像一个家常的沙拉菜 最最吸引我的就是这个白色的酱汁 它不是沙拉酱 它是用豆腐和芝麻做成的 这不就是咱们那种自制低卡酱料的沙拉菜吗 所以这道适合冬天吃的低卡温沙拉 怎么能不分享给你们呢 食材又是熟悉的磨鱼 胡萝卜和西兰花 分别切段 掰小朵 切小块 然后煮一锅 沸水 加点盐 西兰花煮一分钟 胡萝卜煮两分钟 磨鱼最后煮五分钟 然后这个磨鱼呢还要额外的煎一下 天然会让它的口感变得外焦里嫩 去掉水气 做成拌菜更容易入味 酱汁部分呢首先要挤去这个豆腐多余的水分 让这个酱汁变得更浓纯 白芝麻当然也要现磨的 因为我没有专门的研磨器啊 所以我就用这个小碗和擀面杖凑合了 但是好像就不太给力 所以最后我还是找出了我们家捣蒜的夹火事 这样就顺手多了 哇 现在这个芝麻香气已经出来了 酱汁就是豆腐加上味噌酱调整咸味儿 然后再加上这个现磨的白芝麻提香味儿 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把它倒入盆中跟准备好的三色菜一拌 这个三色白拌菜就完成了 用豆腐做的酱汁呢很浓郁 可以很好的鼓住食材 所以一点都不会寡淡 第三道加上菜是冲绳传统料理和风炒苦瓜 我原来年轻的时候 真是跟苦瓜势不两立 但是这道菜让我和苦瓜和解了 一段时间不吃呢甚至还有点想念 秘诀就是这个处理苦瓜的方式 一定要认真地刮干净这个壤 一点白都不留 把苦瓜切薄一点用盐沙水 出水之后呢再冲洗干净钻干净 这样处理过的苦瓜就温和多了 之后再怎么料理都不会太苦 豆腐依然是给它很大的压力来排水 我还准备了瘦猪肉 里脊肉 切丝 这个干爽的豆腐呢就是很好用手撕的 把它在锅里煎上色 不光是为了好看 也是为了后面炒菜的时候不会碎 炒菜的顺序呢就是先下肉翻炒 然后用料酒去腥味 接着再混合苦瓜和豆腐 翻炒均匀之后呢用酱油调味 淋出锅的时候再来一颗鸡蛋搅和搅和 出锅之后啊点睛之笔就来了 一定一定要撒上一点木鱼花 这样一点也不苦 满嘴都是鲜香的炒苦瓜就搞定了 今天复刻这三道菜呢 其实挺符合我们现代日 其实对于家常菜的要求 就是简单好吃 营养均衡 又热量不会太高 一本百年食谱呢 其实也是一部百年的社会史 看不同时代人们喜欢的家常菜 也能够一亏那个时代的社会风尚 在日本家庭主妇比例比较高的时代呢 因为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去为家人准备饭菜 所以那个时候的炖煮菜就比较盛行 比较风靡 比如说像今天分享的筑前煮啊 还有之前关东煮这样 随着社会的发展呢 日本女性步入职场的比例增多 那人们对于家常菜就更倾向于那些美味 又能够很快搞定的家常菜 就可以快速调味的照烧鱼块啊 可以提前做好的汉堡肉排 以及像今天分享的这个三色白拌菜 就是这个时候的代表作 虽然说家常菜菜谱家家不同 但它们有个共通的特点 那就是家的味道 其实一顿饭一道菜 并不需要多么昂贵多么精致 只要它是营养的美味的 在多年之后还能够让你想起那股家的味道 那它们就有可能代代相传 成为一道传世美味 我在想啊 如果要是出这么一本 汇编了我们中国人家常菜的食谱 我觉得它一定在厚度上会比这本书更厚 毕竟我们菜系丰富料理的花样也是数不胜数 不知道你会为哪道家常菜应援呢 欢迎在弹幕中告诉我 如果你觉得这期节目还不错的话 如果你也想自己动手尝试一下家常之味的话 别忘了先一键三连再去厨房里忙活 OK 那我们就下期厨房里见咯 拜拜